有没有录音 有没有录音 配合一点啊先生 有没有录音 酒醉男情绪失控 不断跳针对着远警咆哮 警方严正警告男子乖乖配合 但男子不予理会 继续大声咆哮 女警不得已动用辣椒水 男子被辣椒水喷到才退后 远警将失控的男子压制在地 四号晚上八点多 男子跟朋友来到花莲市明治间 一间加母鸭店吃饭喝酒 男子疑似喝醉情绪失控 跟同桌友人爆发口角推挤 有啊两个就是先推来推去 然后就开始打 眼看纠纷越闹越大 店家只好报警处理 警方向请自止不听 人持续酒醉咆哮行为 所以食用辣椒水控制带回分锁 实施保护管束 男子酒后情绪失控 不仅伤害友情 还让自己进警局 记者刘己娇 周梦如花莲采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